在滔滔的长河中 你是一朵浪花 在绵绵的山脉里 你是一座清风 你把寂寞藏进无垠的缝隙 你把梦想写在蓝天草原 你煽烧自己温暖大地 认自己成为灰烬 让一缕缕火焰偏偏起舞 那就是你最后的轻松 祈福 那就是你最后的轻松 我都不忍杂了 你自己就是 你自己的轻松 你把梦子都给了 你自己的轻松 你自己的轻松 我会不要再让你 那是在这地方 我会找到这个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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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那是个假镇 假镇 不可能吧 这镇里头 起码有三四万的匈奴精锐骑兵啊 大禅瑜要是在镇中 这匈奴兵会这么安静的守着不动 等着我们去攻阵 大禅瑜肯定不在镇中 那他在哪里 你们看 那儿 要不敢洛书 林子里有人 这个林子不小 起码能藏两三万兵器 一制邪是故意在我们正面布下大阵 引我军的主力去攻阵 让我军锐骑耗尽 然后 再用伏兵突袭我的后方 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坚灿我军 这个一只鞋好狡猾呀 那我们怎么办 大将军 他跟我玩雕虫小技 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 立即隐蔽我们的主力 打狼先打头 我魏清今天偏不打他的头 驾 你们跟我来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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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将军 这是皇上让你带给我的秘诏 李广将军年老神衰 不可用为前锋 可是皇上 亲口答应让我当前锋 李将军不必难过 皇上只是担心李将军年纪大 力不从心哪 那老夫就没话说了 但是今天 魏清要维武皇上的旨意 大将军 难道 你想让老夫做前锋 今天这个前锋 只有你李将军才能担当 我怕别的将军都担不起这个重担 谢谢 谢谢大将军 陛下 您已两餐未进食 是不是 是 都端下去 大将军 说吧 从哪发起攻击 李将军 我给你的不是块肥肉 而是一块最硬的骨头 大将军 就是块石头 我老夫也要把它啃下来 好 为了做好后面的口袋 前面 我只能给你三千经济 但是 我要你在日落之前 至少要向匈奴 发起数次进攻 怎么才三千人 大将军 这人数太少了 一旦陷进去 想出 都出不来啊 我要你造出一种声势 造得越大越好 要让那边的医治邪认为 我们汉军的主力部队 都在攻阵 哦 这是要让我当诱饵啊 这要大陈于上钩 那他今天就死定了 你的攻击可以为我大部队的隐蔽 运回争取到时间和空间 大将军 好吧 老夫干愿消灭 好 大将军 老夫临走之前 只有一件事相处 什么事 你尽管说 这把配剑 是我的曾祖父 李信所传 到我这儿 已经是第四代了 我本想 把他传给我的儿子李感 可李感 也随漂济将军出征 生死未卜 所以 我拜起大将军 把他带回长安 传给我的孙子李灵 将军 将军你放心 此事我未清 一定办到 驾 驾 等等 这把剑 是剑元六年 我出征慧继时 皇上亲自刺我的 皇上亲自刺我的 皇上对我说 魏晴 这把剑 传自月王勾剑 是一把复仇之剑 他当时又说 我乐见此剑隐喜 我也乐见此剑崩裂 就是别让我全锋 再见到此剑 现在我把这剑 交给你 拿着 大将军 当你再见到此剑的时候 他避你碎成千断 驾 驾 驾 弟兄们 我李广 今天是全军的前锋将军了 这剑 跟着我 消灭大臣云 汉军为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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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啊 驾 蛤 驾 城 军 军 连 결 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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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搅 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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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下令 将军志愿者 朕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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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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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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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